A.M.Watt News 今天和大家说一宗经济的消息 是政府的新闻 政府的统计署公布了 今年刚刚过的一月份的零售数据 零售总额临时计算是481亿 按年上升了7.1% 比预期好很多 原先预期是1.1% 这方面我认为挺有趣 因为统计署说了 为何差不远 因为今年过年農曆年比较早 由上年2月16日变成2月5日 所以推前消费 但如果是这样 为何一些经济师或市场预期 不会计算改动呢 这方面我认为挺耐人尋味 今天想和大家说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大家估计的多与少 反而就是究竟这些数字 还有没有意义 为何我这么说呢 因为看统计署 其实它按表列出来的数字 有几个大项 包括零售类 它分了珠宝首饰 中标和明贵礼物 另外药物和化妆品 也是一个类别 内用消费品 就是一个类别 电器和其他分类内用品 也是一个类别 最有趣的是百货公司 我想大家听到百货公司 都知道是什么 早上一月份上升了百分之十五点一 其实我都说到有点乱 百分之十五点一 何需要百分之百分之一 但为什么会令我乱 很简单 因为究竟百货公司 大家看为一个什么类别 香港究竟还有多少百货公司 大家都心中有数 但是原来它在我们政府统计处里面 仍然是一个这么重要的统计数字 但是究竟这个数字又反映到 实际的经济状况是怎样呢 为什么我这样问呢 因为其实我看过这个统计处公布的 一月份的数据 有一些数字好像我们已经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很应该了解 但是我们就无从得知的 我说的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的online shopping 我想大家尤其是用手机 看这个节目的朋友 都应该 我想没有十个里面没有八个 都应该有十个里面有五六个吧 都应该有试过online shopping的经验 但是政府统计数字 在经济上面就无这个消费类别 另外一方面 比如网上的虚拟消费 什么虚拟消费呢 其实很简单 比如在网上一些影音 录像的消费品 以前你会去买CD 现在你会在网上单独首歌来听 以前你会去一些所谓机普打机 现在你是online打机买武器 这些在在其实都是一些消费模式的改变 但是在政府的统计处里面 这些逻辑 好像仍然都未见到他们铺陈出来的 我就觉得如果你说大家都想创科 而政府在未来一年里面 又会摆以百亿的钱去做创科 究竟我们的统计处 或者我们的政府高层 在了解这些数字的问题上 他们真的知道多少呢 其实我觉得除了你说经济的数字之外 其实整体上关乎民生的其他的一些改变 其实我们都应该多多了解 例如如果现在所谓的地球村概念 其实很多公司都有很多跨国的一些子公司 或者很多的合作 那究竟其实政府有没有了解过 在香港的注册公司 他们在香港的实际运作 究竟的含金量有多少 就是究竟有多少生意做 或者他们请了多少饮 而他们跟外地的公司的合作联系又有多少呢 跟哪里的公司合作比较多 或者哪里比较少 我觉得这些数字其实都可以反映到 今时今日究竟香港的实际的经济位置是怎样 我们再不应该只是想着我们的金融业 有多旺盛啊 有多多蓬勃啊 我们要做多少金融产品啊 这些这么单一性的问题 反过来我们应该踏入民间 真是所谓的要落地一些 去想一想我刚才所讲的问题 当然我未必一定绝对是对的 但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自己看整份的经济数据 这次统计处的经济数据呢 我刚才想问的问题 或者想知道的东西 全部都没有的话 那大家又会怎样想呢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